台湾的五月天到英国上了BBC节目 举行记者会 吸引了当地上百家媒体的访问 而台湾也出现了要拱这个阿信 来竞选台北市长的说法 这个摇滚市长的话题 立刻跨海延烧 阿信被问到时 他说他要用音乐改变世界 但是目前并不考虑参选 但另外一头却在脸书和微博上 煞有其事地说 台北需要更摇滚的市长 已经有热心网友 帮他成立了脸书专业 要支持他参选 也有粉丝很担心 这个偶像去参政 我们会多了一位好市长 还是少了一位好歌手 台北可能出现一个摇滚市长吗 五月天的阿信 会不会跨界参选台北市长 话题从台北延烧到伦敦 我们想要改变世界 但我跟我的伙伴们在音乐 可能是音乐 夹着超人气前进英国 五月天宣传欧陆演唱会 国际记者会上却被阿信 选市长的话题掀起台上台下 一片高潮 我们很担心就是 我们自己在小巨蛋 开演唱会的时候 那个罚款可能 就不用帅了 不是啊 我如果是市长的话 我不会打折的 选市长的话题更在网络发酵 阿信在脸书上说 如果真的选上台北市长 当高雄的观光代言人 可能有点怪 但是到纽约开演唱会 好像很酷 他还在微博上加码留言 也许台北市需要一个 更摇滚的市长 随即引来将近两万笔 网友讨论转贴 粉丝们留言 要五月天全部成员 干脆都去选五都 也有人担心阿信真的从政 劝他打消念头 不过阿信暂时没有参选意愿 至少五月天成为第一个 登上BBC接受专访的华人乐团 音乐成就早就获得世界级的肯定 从政恐怕不是五月天的第一选项 记者综合报道